走近年貨街人擠人 大小攤位通通上前 大喊試吃 搶客人搶得凶 攤位試吃不手軟 喝完還可以續杯 年貨街試吃出現奇景 往上看人人忙著吃 低頭看滿地都是垃圾 尤其這些攤位旁 這個嗑瓜子 那個啃花生 吃完隨手一丟 悄悄攤位四周圍一大圈 滿地都是瓜子殼跟花生殼 厚厚一層 民眾踩來踩去 簡直像瓜子殼地毯 滿地垃圾當然不太好看 高雄市知名的三縫中街 每到年前盛況空前 業者只能趁著客人少一點時 趕快一口氣掃光光 因為垃圾桶實在不足 我們從前是有設置那種垃圾桶 因為垃圾桶大家會這樣推來推去 又有人跌倒 所以我們就取消那個垃圾桶 晚上再來同意來清掃這樣 之前也曾設置垃圾桶 但卻常無故消失 有心的店家會放垃圾袋讓客人丟 但若找不到垃圾桶 像民眾這樣試吃完 直接亂丟的場面 可是年貨街每個角落都在上演 至於藍家文全顧名高雄報導